农业问题要带来 农业问题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秀库鸾溪东岸东风到松浦段 和溪流汇流处或者是去排末端的农田 地势低洼排水不易 再加上远低于秀库鸾溪河床的地形 容易产生吸水倒灌 农民的农田是常年饱受水患之苦 县议员林玉芬多次和县长水真卫县地会看后 今天特别邀及各相关单位开办专案 来寻求解决之道 汇集了各单位的专业意见 共同研议能够一劳永逸的办法 法令争取秀库鸾溪东岸东风到松浦段 溪流汇流处以及驱排末端农田水患问题 超过十年了 问题依旧存在 在县议会专案会议现场 农民感叹怒气是大喷发 从那个春日段一直到东风 这个秀库鸾溪的这个河床已经很高于我们旁边的这个农田 所以上游的水都会流到我们的田里面 然后等到我们田的水 应该是说等水沟的水排完 我们的水才流得出去 那通常都是已经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跑到水田那边没有地方排水 之前都有附近 台风来的时候 那个水都倒灌到我们的水里面那里 都被冠起的水 遇到遇到体内的农田造成农民的损失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有何局或有关张卫方文协助 将水沟鸾溪跟李泛溪之间的那个堤坊 弄成固定式的堤坊或加高土石的堤坊 这是另外一个今天另外一个需求 不论是以驱排清淤的土方 或者用锈钩鸾吸沙土填土增加地势高度 第九河川局农水属于县政府一口同声说 碍于法令限制 以及可能牵动区域灌牌 渠道变动难度超高 如果说个别农民用个别的做法 那会讲到其实像讲说 我单独我点台湾可能会只讲到 其他农田的灌牌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规刀它必须要整体来做 就过来记得沙石要取的话 是有条件的 就必须说它是变成无价料的条件 那这个无价料是经过我们政府机关 它依旧程序去把它做拍摆 那拍摆它拍不出去的时候 这个就有可能来申请 那申请也不是用个人的农物来申请 对此多次和县长许政卫县刊的 县议员林玉芬特别召开专案 深知解决该区严重水患比登天还难 透过与会的立委团队中央驻地单位 以及县政府政公所客室主管与民众激烈讨论意见交换 解决的方案有两个 一个就是把农田垫高 就是借用我们修国兰西的这个河床的这个 轻疏的这个资材材料 能够垫到我们的这个农田的地底下深里面 然后让农田垫高 那能够解决它的这个水患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堤防 我们有人建议就是我们的堤防能够设闸门 让我们的那个修国兰西的河水不会倒灌 那能够用这个抽水的方式把里面 农田里面的水抽到这个这个修国兰西里面 那无论哪一个方式 我们现在就是折成我们的农业处的这个 农业处来整个来处理 然后整个来主折这个所有的问题 由于该区域农田受地形溪流 以及区域环境条件的限制 面临繁杂难题 要统筹专案来求解 短期时间内也未能一触可及 在推动专案期间 先议员林玉芬也将全力协助 并紧盯进度之外 期间也拜托第九河川局 县政府相关局处 对该区域农田水患问题都能及时处理 将农民水患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